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3号,农历三月初三 今天是上四古节 这个节日几乎是一个被人们遗忘了的节日 但是它在中国古代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这天在中国又被称为春玉节,中国的情人节 上四节形成于先秦时代 具体时期在汉代以前被定为三月上旬的四日 未经以后就固定在三月初三 还有一个说法是2月2龙抬头,3月3升宣言 传说3月3恰是宣言皇帝的诞辰 所以上四节是纪念宣言皇帝的节日 再来,3月3又叫女儿节,也叫桃花节 是中国古代汉族少女的成人礼 一般在这一天要举行成人的祭礼 女孩子上四春戏,临水而行 在水边游玩,采兰花,穿上漂亮的衣服 踏歌起舞,以驱除邪气 这里特别要注意,中国3月3女儿节跟日本女儿节的区别 日本女儿节同样也在3月3,又叫厨祭 相传是中国唐朝时候传入日本的 日本的3月3主要是给15年的小女孩过节 针对几岁的小女生 而在中国更侧重于未出格的妙龄少女 日本受到中国唐朝的影响 在那里,人们用纸做成成人的形状 表示自己身体不适,便可以转移到这个纸头的人形上 然后放入河水中流走,祈求健康平安 那日本的南海节是哪一天呢? 是5月初端午节 上司节的核心是福戏 福是除恶的祭礼 而戏是只用水来清洁洗涤 每到这个节日,春和景明 人们纷纷来到水边举行祭祀 洗浊去屋,消除不祥 所以这天也叫做春玉日 那为什么人们在上司节要去水边沐浴 我们说沐浴既是清洁,也不只是清洁 在上古时代 节日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驱灾避邪 中国古代的福系并非只是清洁身体的沐浴 它不是在室内洗浴的个人行为 而是一种具有仪式感的集体动作 它跟春的生命力,水的生命力相比 所以为了得到生孩子 父女们还在沐浴的时候 减食浮在水中的有象征生殖的物件 比如煮熟的鸡蛋,比如枣子 可以理解对自由性爱有着高度容忍的上司惠男女 才是福系可以得子的终极法门 因此上司节又被称为求偶节,求育节 我们说水滋养万物,也激发和抵挡着人体 人们对玉水运子的故事传送经久不衰 当然这样的故事也有遍体 比如玉水变成了饮水 在西游记中 蒙蒙董董的唐森师徒在女儿国 便是着了此道 这样的故事如果再播去一些原始或者荒蛮的色彩 那便是牛郎与织女 再来,到了魏晋时代 上司节已经逐渐演化为皇室贵族、宫卿大臣、文人雅士、灵水饮宴的节日 并因此派生出了上司节的另外一项重要习俗 取水流伤 也叫戏饮 就有了世上那最文明的东晋王羲之笔下的蓝亭集叙 永和九年 岁在鬼丑 牧春之初 会于会计山鹰之蓝亭 修戏事也 这里的戏是不是看上去很高档的样子 其实就是洗澡 这样的文人雅集恰是另一个知识点 所谓取水流伤 也叫灵水浮卵 旧时每年的三月三啊 各地文人聚会于此 将一满酒的酒杯置于托盘上 再将托盘置于水面 任其漂流而下 停在哪里 哪里的人就要端杯 一饮而尽 然后寄信淫湿 这便就是取水流伤 也是取水亭街名字的由来 清代文学家郑板强 曾在此写下对联 三床茅屋两档小桥 几株垂柳一弯流水 值得一提的是取水流伤 对中国建筑 对中国美学的影响 取水流伤的风景 要非常美非常雅 除了早期是在自然的水边 混合着自然的美景 未经以来 由于文人文化的兴起 贵族多在优雅的庭院 庄严的窄院 购置甲山 购置凉亭 人工弯弯曲曲的取水 然后这些文人雅士 就整齐的端坐在草上的席榻 好一点的还会摆上平分 还有慈善的四从 设置香炉等等 喝水以后还有写字 应对 这确实是一片风雅的景象 与这个取水流伤相关的 还有取水宴 所谓取水宴也叫淋水饮宴 就是在流伤的时候 水边设置草席 茶具 花 进行饮宴 吟诗 作父 非常风雅 成为文人雅士的娱乐活动 这种风尚在唐朝游慎 而宋以后就渐渐的没有了 最近几年 到又在中国逐渐的恢复 再来就到了唐朝 上司节依然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 杜甫在诗中所说 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边多利人 这首诗非常长 他讽刺了杨家兄妹 娇奢荒淫的生活 曲折的反映了君王的婚庸 和当时时政的腐败 这种荒淫的生活 恰是后来酿成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 同样 白剧在三月三日 谢恩取江燕会状一文中 也详细记载了盛会的情况 再往后到了宋 由于失落了燕云十六周 北方的士大夫阶层大量迁往南方 三月三上司节在北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 不见于文献记载 明初 朱元璋为了彰显自己与民同乐 三月三就会跟大臣们一起出宫春游 再后来因为上司节 韩式节 清明节日期都很接近 而且之前上司节非常重要的福系的习俗 已经被春游所取代 那春游也是清明的主要活动 所以这三个节日就逐渐合并到了一起 当然我们在电视剧《甄嬛传》中也看到 清朝的王公贵族还是会过上司节的 三月三的上司节虽然逐渐的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但在中国的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 依旧广有流传 比如云南大理每年三月三举办的泼水节 其实就是上司节的影子 另外三月三除了是上司节还是西王母的诞成 这个说法是道教的传说 每年到这个时候 各路的神仙都要赴瑶池献礼祝寿 著名的麻姑献寿就是由此而产生 但是我们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看到 孙悟空大闹盘讨厌 那到底是不是就在这三月三呢 是的 今天就是这样丰富 今天就有这么多的好日子 这么多的节日 透过历史的烟云 遥想遥远的上古 三月三的时节就是这春天的水 洗涤了那一束一束面容娇好的桃花 这里是星级之道 今天是三月初三上司节 这是一个踏青的好日子 我们还不赶紧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谢谢再见